老师一开始把你背景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Dumma Sam 我们的工作室主要是做藤边为主 那目前我们工作室成立已经有22年 那早期的话其实是我爸爸先 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我们 就是在中间是我大姐 作为负责人 然后后面才是现在才是我这样子 对 早期藤边有女性比较多吗 没有 因为在太鲁阁主的生活叫做男编女资 所以男生的话是只有做编的工作而已 所以藤边的话它是属于一个男性的工作 它并不是属于女性的工作 它有比那个支部特别的出众吗 一定的 因为本身我们的工艺藤边 其实采集的话就已经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就是等于是跟大自然在做拔合的工作 所以采集的话是我们非常最辛苦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处理藤的话也是长期使用 在使用刀 所以那个刀的使用的比例也非常高 所以按照一个女性的习惯里面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 那藤它的原来的植物是什么 它就是原生黄藤 黄藤 然后就是因为黄藤其实到处都看得到 但是我们要使用的藤的话还是有分纬度高度 因为不一样的海拔的藤长出来的也就不一样 那它就是还有面光跟背光的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会采集的藤是属于一个背光的藤 然后就是高度的话大概会到800以上 所以你意思是不同的功用就有不同的高度的藤 没有呢 因为其实越低海拔的藤 其实我就不太会使用 因为越海拔低然后蛀虫比例高 因为我们的藤边它是有分纸线跟母线 所以母线的 我们在处理母线的话 如果有遇到蛀虫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削 因为它一削就容易断掉 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惜 那除非说你要把它拿来当纸线使用的话 那就还OK 多长多短都无所谓 但是它是比较容易脆化的 母线的话它是缠绕在身体的 所以我们泰鲁格工艺的藤边 它是有分纸线跟母线 所以我们都是一条母线 就是用螺旋的方式缠绕在 缠绕在楼身这样往上做 它并不是说一圈就剪掉 一圈就剪掉 所以它没有办法接 它是可以接啊 但是接的话你又很浪费腾 因为相对就是说 因为你必须要接的地方 要到10到15公分 它的力道才会延续着 那你只接那个两三公分 可能你背东西一扯到之后 它就散开了 哦所以是一条完整的长度是最好 对对 但是虽然是没有办法很完整 说一整条 但是至少说你在接的时候 10到15公分是一定要的 然后就是尽量 我们通常母线我们都会做到 呃 3米左右 一条母线我们都要2米到3米左右 那就是我们在制作说前面你说前后 舍去15公分 那还好也才30公分 那其余的2米多还是可以继续 做肉身这样子 好我们刚讲这个黄藤它是自然栽种 还是你们可以人工去培养 我们这是完全是自然的 哦 因为栽种的藤 其实它长大的比例不是很好 越在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大自然的环境 长大长长 因为它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叫赤边 那赤边的话它就是帮它找路的地方 然后就让它可以攀爬 然后攀爬之后它必须要在大树啦 或者是可以让它一直往上爬的地方 然后这样让它生长 因为我们要的地方并不是在疼 疼那个又基本上疼的外观它是有刺的吧 是 我们要的不是在有刺的里面 我们是要在是它已经是成长 然后外面的刺自然剥落的那个位置这样子 嗯嗯嗯好 那你爸爸做了一辈子后来你接手对不对 那你们两个在做的成品上有哪些不同 我爸爸还是坚持于传统 对然后所以他交的物件完全都是传统物品 就是就以前你们用的东西 对对就是我们以前生活使用的一些物浓的物器这样子 嗯嗯 到你这边做哪些改良跟创新吗 因为以前当然都是做大型的嘛 做传统碑笼它是用原生藤 然后呢它背负一定要到70公斤以上 是 那猎物碑笼的话它当然就是它不一样 它当然也是主重是说 它为了要背负大概可能猎物的群体大小不一样 基本上它会设定到50公斤以上的恋物 所以它做都是比较大型的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 你说真正在务农的已经取代了塑胶 组编对 组器 然后你说打猎 那就虽然现在还是有在打猎 但是已经没有说到以前说一定要打到多大只 然后啊要干嘛的 所以那就比较我们 我们做就比较缩小 但是我们爱与教学 我们没办法说完全使用原生藤 因为我们要处理原生藤 一直从采集到剖藤 削藤到可以制作 就要花上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必须让它先定型 我们要让里面的藤的纤维定型 我们才可以制作 因为你不定型的话做出来的东西是裂开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定型的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会让它以前早期是用熏的 但是现在的话你说随便烧火 那个环保酒就来给你开单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使用就是用阴干的方式 就是让它完全不被太阳直晒 然后用阴干的方式 然后我们看气候 其实现在夏天其实你差不多一个月去煮 因为现在的夏天是热到不行 那以前的夏天大概它必须要到二到三个月定型 所以那个定型是指说让它水分稍微排除之后才能开始变 是 才不会裂就对 对 因为我们也不能让它完全蒸发 所以那个就是经验吗 对 用看的吗 还是用摸的 我们都会用摸的啦 因为我们会试着让它凹一下 那你说到你这边你有做哪些不一样的作品 其实我爸爸在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做了 然后几乎 你说不一样的作品其实就是一个客制化 看客人要什么 对 他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然后有时候碍于费用 他可能就说原生疼真的比较贵 那我就改用进口疼 好啊 那我们就用进口疼做 然后我们就帮他做出他们想要的形体 那有些现在是还在务农的人 他们就会说能不能用打包袋做传统碑容 那也是可以 那我们就用打包袋来帮他做这样子 那客人是都原住民为主吗 就他们怀念这个东西 其实原住民有 但是我们最近 因为我们这近几年开课 其实来我这里上课的学员 80%都是汉人 然后又是来自不同的县市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固定开课 那每次的课程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是 这个两三年来 都是一直持续在上我的课 然后我们每一次的课堂的学习内容 都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藤边这个材质 跟哪些材质可以做结合 变复合性的作品 我们以最常使用的素材来讲说 我们做藤边 但是我们原生藤比较硬 因为它的纤维比较 我们会保留 因为我们是用自己手削的话 我们会让它的里面的纤维 也会保留多一点 就为了要保持它的张力 但是进口藤的话比较软 超级软 竹边的话又跟藤 是很难相容的 因为竹脂它 毕竟它就是干的时候 它是比较坚硬的东西 对 所以是只能是说 只能是说要配合 只能是说我们要找它适合的位置 什么样的材质 然后找到它适合的位置 再来做决定 因为我们很难用想象说 这东西就可以在一起 所以可能是特定的部位 可能可以特殊的置入就对 对 但那个要尝试 对 还是要试着做看看 对 讲一下你的上课情景好不好 你现在就是大部分在地 跟工所配合吗 我们的课程的话 工所部分其实每年都会有课程 那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像我们几年前 我们从传统碑笼开始制作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列物碑笼 然后近几年内我们又做了筛 但是我们不是用竹脂 我们是用藤去做那个筛 然后我们还有做本机 然后基本上是 这几样的传统物件会一直循环 但是每一次的 就是来上课的人都不太一样 对 那就是如果说是我自己开课的话 我们就是做比较创意的商品 和创意的作品 那可能就是说 这次的课程我可能做传统碑笼 可是我们可能第二件作品 就不是传统碑笼 我们可能做其他件的 就是你们平常生活 都可以使用上的 那其实传统碑笼也是可以用得上 但是它就是 因为它比较大件 然后它的外框也非常的坚硬 所以比较在空间上面 就会被限制住 对那我们就会尝试在做另外一件作品 是不受空间的限制 然后也不受物品的大小来承载 这样子 那以这个东西你们在上课 最多就是一天的时间 没有我们是属于做培训的课程 我们可能一次就是要到60堂课 对但是我意思是说 如果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的隔天 或者是下一次怎么样去把它继续完成 是可以用拼接的还是怎么 每一次课程我们就会有一个段落 可能这一次是说 我们的底部先制作 就可以那就可以完整的收尾就对 没有没有 我们可能今天的课程是底部制作 或者是材料认识 我们一定都是从材料认识 然后再来做底部制作 今天的课程 我们的进度是到这里 下隔一天的课程 我们就会是做开始做搂身的制作 那搂身的制作我都会强制说 今天的课程希望大家把搂身都做完 对 那做不完的话 下次他能够很快的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做 对初学者来讲会非常难 会变成就是说我们必须还要再回顾 知道的人他会继续做 那就是还没有很了解的人 那我们就是会再花时间再重新讲一遍 变成他要花很多时间回想 对 所以我们会 所以我们课堂上面 基本上是说我们不太是说只有一个讲师 所以我可能我是主讲师 但是我旁边还有两个助理可以做协助 所以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教科也是要敢进度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原地踏步 所以是我在我把我的课程继续往前推 我主要今天的程序到哪里我要继续往前推 但是我的助教就会协助我把上一周的那个 就上一周的课程的内容可能会遇到有几个人没有完成 然后我们就有助教去协助他们把上一周的进度补上 然后让今天这一周的进度继续跟上这样子 好我们最后来讲这个寿命 使用寿命它大概几年 然后它一定要替换 很难说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使用的习惯 像我家有一个碑龙 它是有在使用的 但是又用到了十三十四年之后 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植物纤维的东西 所以你很难让它是不被破坏的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差不多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我们就会让它就是退休 它就会变成装置艺术了 可能就在某一个墙壁上面 就是我们把它拿来装什么的 所以它的寿命 其实你要说几年很难说 你只要不是把火把它烧掉 其实三四十年都没有问题 那它有天敌吗 就是有虫会去咬它吗 我们都会在课堂上 课堂的时候我们都会教学员怎么去保养它 对 那我们就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我们会跟它讲 大概离地要几公分 湿气的关系 对 然后因为我们台湾的气候 本来就比较吵湿 尤其是要吹南风 那种反潮的那种比例就很高 所以我们就会跟学员讲说 什么东西 这个作品你该怎么弄 那如果以前会用熏的方式 但是现在没办法熏的话 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替代品 我们会请他们去买喷漆 这种透明漆 然后大概就是你半年就喷一次 半年喷一次 所以除了湿气应该太阳一直晒也会吧 会也是有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植物的东西你有在使用的话 它会吸收你身上的油脂 或者是你在背东西的话 它会吸收环境的油脂 那个是也有达到保养的效果 所以我每次常常也跟学员讲 做完这东西 我希望你们是把它拿来用的 因为你们你有在用的话 你们会 就是它接触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油脂之后 它就会包覆在你们的藤上面 那你们有在用 你们也就等于是顺便保养 那你一旦没有用 你放在那里 它永远都是只有接触空气 它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的损坏率会更高 所以有使用反而比较好就对 对 有使用反而会比较好 那有没有客人拿他家里坏掉的这个藤边来修复 也是可以修吗 也是可以修 但是我们会先看它破损的比例多大 还是看它值不值得修 其实基本上是都有帮客人修完 但是我们会再跟大家讲 因为很多地方是修一修 它又自己裂掉 自己裂掉 所以我们会做完 我们帮它修完之后 我们会跟它讲说 这个就是不能拿来放重物 就只能装饰 对 你只能在装饰 你可能偶尔的时候就是 就是喷个漆一下 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背 对啊 喷个漆 然后挂在家里 然后就说 我就说你们有在烤肉之类的 有没有有空就给它放在上面 所以会拿来 应该都是有特殊意义的才会修吗 几乎都是老人家的 老人家的物件 然后他们是舍不得丢 然后我们就会帮它维修 那修完那个新旧的藤的部分看得出来吗 完全看得出来 因为通常比较旧的藤它会比较泛黑 对 因为它有在使用的话 因为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泛黑 那当然我们用了 我们也不可能是用黑的藤去帮它补 一定都是用新的 新的藤去帮它处理这样子 然后这些工艺品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比赛 其实我是好几年都有都有参加外线市的比赛 对 然后其实就是被刷下来的比例非常高 那主要是以前是我还是以传统物件去做比赛 那创新度不够就对 对他们会觉得说可能使用性上面就没有那么好 然后在几年前之后有参加台东的一个比赛 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生活化 其实那时候我的想法它是一个录影的概念 因为那段时间真的很盛行录影 那我们出去录影的话 难免会装了很多东西要带出门 那但是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 你回家的时候你会忘记把它拿出来 因为可能你回去的时候隔一天叫上班之类的 你可能会忘了一两天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到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放一些 你们录影的一些储具的一个 就是可以用测杯的后杯的 其实那个内容物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有得到肯定 那时候是拿到了佳座 对 就是还蛮开心的啦 就终于找到那个大家要的方向就对了 对对 后面几年是就没有再去参加比赛了 因为主要是因为开始忙与课程的关系 就教学为主 对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还有几次是有在做东西 但是有时候那个太忙了 会把那个报名时间给忘了这样 东西做好了就一直在架子上面 然后就一直忘记送出去这样子 好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位置 是你自己主业是早餐店吗 这边的空间的话其实我们有课程的话 还是以课程为主 那平常的话就是就是做早午餐 那其实也是这里是部落的人聊天的一个据点 去会所就对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在我们有事 我们也是有经营山上大同大理的接待家庭 那大家都要来这里一起聊天啊 跟人家聊一聊这次去山上怎么样啊 或者是部落的一些大小事啊 我来这里吃早餐的时候 大家就会顺便聊一聊这样 对 所以是复合空间 对对 那有需要的话就是教室 对对 好谢谢老师 好不客气